康熙王朝的剧组到底有多狠 为了能让陈道明出演 宁愿赔偿五百万 也要拒绝交谎 当年正在拍摄武则天的刘大印 偶然间在书店里 发现了《康熙帝国》的小说 不仅拍案叫好 于是立马三顾茅庐 以高价买断了小说百全 可刘大印万万没想到 后来热播的雍正王朝 几乎将《康熙帝国》中 最精华的部分全部拍完了 因此他请来著名作家重新编剧 两人在《小屋》里讨论了几天几夜 最终将《康熙帝国》定为 除敖拜 平三番 剧沙俄几个主题上 同时又补充了大量民间故事 提高了观众的可看性 1999年末 《康熙帝国》的剧本大纲终于完成 剧本几乎是在脱离原小说的基础上 重新改编了一番 敲定剧本后 剧组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演员 最开始原地的演员是焦黄 因为长相举止神次 他曾一度被称为《康熙本人》 所以投资方一听《康熙王朝》这个名字 觉得肯定能火 立马签下合同 拿出了2000万 要求焦黄演康熙 但是经过刘大印修改过的剧本 大部分剧情都是康熙中年的时候发生的 而焦黄已经64岁 最多只能演老年的康熙 于是他便私自换成了陈道明 这一换 怕投资方惹怒了 他们打官司 让刘大印赔了500万 还撤出了投资 幸好刘大印找的是 有敬业楷模之声的陈道明 他有能力拯救这部剧 得着交谎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后 陈道明就下跌了决心 一定要更好地诠释出千古一帝 争取超越他 他开始钻研古籍 查阅资料 摸索康熙的性格 还有言行举止 甚至跑到故宫里念台词 体验皇帝的生活 差点被工作人员当成疯子赶出去 为了演好康熙皇帝 陈道明到底有多疯狂 康熙王朝正式开机时 陈道明像着了魔一样 每天疯疯癫癫癫装摸台词 拍戏时 他往往同时准备好几套方案 这套不行 就用另一套 拍摄康熙怒斥群臣这段时 陈道明看完剧本激动不已 当时便和导演说 自己能一遍完成 导演知道这段戏有多难 根本不相信 为此两人打赌 谁输了 谁又请全组的人喝可乐 一听有可乐喝 几乎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近七分钟的脱稿发挥 陈道明痛心疾首 慷慨激昂 一遍就通过 而且情感节奏堪称完美 成为玄剧最经典的片段 咱们这烂一点 大清谷就烂一片 你们要是全烂了 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 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想想吧 崇祯皇帝朱友简 吊死在眉山上 才几年呢 忘了 那棵老歪脖的树 还站在皇宫后边 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而情到深处的陈道明 投入起来 甚至连自己的大嘴巴都删 在拍照并榻前 训斥大阿格的戏时 原定是陈道明 训斥一通后 在并榻上咳嗽不已 但拍完一条后 陈道明总觉得有些欠缺 表示再来一条 结果他先是狠狠 抽了大阿格一巴掌 然后又给了自己一巴掌 全场鸦雀无声 直接惊呆了导演 在怒斥索恶图那场戏时 陈道明直接拿茶水 泼了他一连 接着又是一阵呵斥 整个片段一气呵成 事后陈道明也随即表示了歉意 不仅陈道明下足了供奉 私情高娃也是如此 回来演好校庄 私情高娃先去故宫考察 又去找历史学家 翻阅大量点击 结果越看越害怕 越演越害怕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满脑子都是校庄 以至于拍摄期间 都要靠药来提神安眠 一次他的母亲到剧组来看班 看到眼前老太隆重的笑装 竟然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的女儿 一时间激动的泪流满面 当年康熙王朝剧组 邀请韩磊演唱片尾曲 向天再见五百年 他满口答应 但是在录音室里 却不愿开口了 一直吵着要给他买两瓶红酒 我说你帮我出去买瓶酒吧 喝完一瓶之后 说这下可以了吧 我说再等等 其实一开始拿到歌词时 韩磊是愿意唱的 因为他觉得歌词写得很好 但是到了真正要唱的时候 韩磊却犯了难 千古一帝的志向 其实他一个普通人能诠释的 他又没当过皇帝 找不准那种感觉 根本唱不出来啊 于是乎 韩磊就这么一遍遍的默念台词 希望从中寻找到灵感 硬是从下午五点半 熬到了凌晨两点 这时一旁的工作人员坐不住了 韩老师到底啥意思 是不打算录了 怎么还折磨人呢 便开始催促韩磊尽快录制 没想到韩磊压根不着急 大手一挥 当即要求工作人员 先给他买两瓶红酒喝 要用酒精去激发灵感 所以我对大家解释 我这人就这样 要么不唱 要唱就必须唱好 必须要对艺术负责 没过多久 红酒就买来了 韩磊当即开始灌酒 一瓶红酒喝了两个小时 愣是没喝出啥感觉的 就是觉得脑袋有点晕火 一瓶不行 就再来一瓶 韩磊又拆了一瓶酒开始灌 反正今天就必须把这灵感给喝出来 就这样 他一直喝到了凌晨六点 开始演唱 从音乐响起到音乐结束 韩磊一气呵成 只用了一遍 就录过来这首 向天再界五百年 中间没有卡壳 没有破音 演唱的恰如其分 充分的展现出了千古一帝的胸襟与豪迈 陈道明饰演的康熙皇帝 加上韩磊拥有灰红气势的歌曲 让这部作品成了无法超越的经典 你最喜欢剧中的哪个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